完成了主体的勾织后,开始缝暗扣,暗扣有两组。 是用勾织主体剩余的线分两股,在主体反面进行缝制的。 缝制时,不包含侧边的这个花样衫,每组暗扣就缝在 第四和第五个,花样衫之间,具体位置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现在,我用小样演示一下具体的缝制方法。 为了方便观看,这里我用其他颜色的线演示。 按扣分为母扣和子扣。 先缝母扣。 可以将两个母扣缝在同一侧, 两个子扣缝在另一侧,对应位置。 将母扣中间凹陷的一面朝外。 缝针从其中一个洞演穿入。 同时穿过主体对应位置。 这里预留五厘米左右的线头。 旁边的洞演穿出。 继续,穿入。 继续,穿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要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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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起的一面朝外 到这里 按扣的缝制方法就讲解完成了 接下来学习绳子的勾织和安装 绳子有两根 勾织方法完全相同 每根绳子都是由主体和花朵组成 下面请看我演示 首先取出花朵对应颜色的线 参考前面锁针起针的方法 起一个锁针 注意 这个锁针要勾得紧一点 接着对照图纸立三个锁针起立 完成后 挑第一个锁针 上方这样的一根线 勾一个造型针 完成后 再勾三个锁针连接 然后在这个造型针的同一个入针位置 勾一个引拔针连接 我们将这样的三个锁针 一个造型针 三个锁针和一个引拔针的组合 称为一个花瓣 继续勾第二个花瓣 三个锁针 同一个位置 同一个位置 一个造型针 继续勾三个锁针 同一个位置 一个引拔针连接 第二个花瓣完成 按照这样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拉松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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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